2023年8月29日 多年媳妇敖城婆的英国王后卡米拉 终于得到了一次露脸的机会 她于当日走进了伦敦皮卡迪利大街的 英国皇家空军俱乐部 由于从1922年以来 英国王师一直重金赞助这家空军俱乐部 因此卡米拉得以作为贵宾受邀参加活动 上午10点 在众人的注视下 卡米拉揭开了一个房间里的蓝色帷幕 一副半身的女性肖像画 出现在媒体面前 在画像中 一名身穿飞行员大衣的黑发姑娘 正在凝视着远方 在闪光灯的频闪中 卡米拉宣布 为了纪念这位英勇不屈的女子 从今日起 这个房间将命名为 努尔·爱纳亚特·汉之屋 1914年的元旦 努尔·恩·妮娜·爱纳亚特·汉 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 能把民政局干当机的家庭 具体的讲 努尔的身世比较复杂 努尔的母亲是一个英国裔的美国少女 而努尔的父亲伊纳亚特 就稍微复杂一些 他的身世大概是 印度生南亚长 祖宗曾经是土王 开教团当领袖 音乐天赋很擅长 展歌猴在巴黎 名声传遍法兰西 再演出纽约城 百老汇里争第一 名传道正东方 托翁之孙求场光 开巡演在沙俄 努尔降生莫斯科 伊纳亚特的祖先 是曾经有着 麦索尔之虎之称的 坚持抗营30年的地普苏丹 但在祖先战死后 传到自己这里 伊纳亚特早退出了政治领域 反而成为了著名音乐家 对于自己的第一个女儿 伊纳亚特对努尔爱如珍宝 她给女儿起的名字 意为闪光的女子 在努尔出生时 沙俄的各界名流 纷纷到场祝贺 其中甚至包括了拉斯普京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作为音乐家之女的努尔 在未来一定会被富裕的生活 压得不堪重负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幸福中 度过无趣的一生 然而 虽然努尔的家庭不错 但奈何他出生的时间不太好 众所周知 1914年的沙俄 局势确实不太安定 到当年6月 赶到战争即将来临的伊纳亚特 果断决定开论 俄国可能要打仗了 我们还是去法国吧 总比沙俄安全一些吧 遗憾的是 几个月后 伊纳亚特就发现 1914年的巴黎 其实并不比莫斯科安全 不可奈何的他 只能又带着家人跑去了伦敦 准备在那里熬过了场战争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 伊纳亚特并不需要为生计发愁 然而 到了伦敦后的伊纳亚特 很快就明白了什么叫做 印度通天神 戴英人下人 英国当局根本不允许他 进行任何演出 原因很简单 你说你唱得好 你唱得好不好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由于伊纳亚特是印度人 他的音乐激起过 很多印度人的民族情怀 其中就有个人叫甘毕 所以 这种危险分子 绝不能让他在英国演出 被封杀的伊纳亚特 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只能靠着教团信徒的阶级生活 不过 在闲下来之后 伊纳亚特反而有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家人 在艰难的战争之中 伊纳亚特每天傍晚 都会在孩子们的床前唱歌住眠 所以 在努尔的记忆里 他的童年始终被温暖的歌声包围 四年以后 一战结束 努尔一家搬回了巴黎 父亲也恢复了忙碌的状态 但努尔依然过着快乐的生活 快乐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26年 那一年 伊纳亚特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看看 他回到了印度 并在一年以后在德里病逝 当父亲病逝的消息传到巴黎时 努尔母亲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13岁的努尔不得不承担起 照顾家人的责任 在不断的忙碌中 开启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高中毕业后 努尔顺利地考入索邦大学 进修儿童心理学 在被一位插画师偶然发现后 努尔开始走上了童话作家的道路 在努尔的故事里 他幻想着 在高深的山坡上有一个仙女 这个仙女总是喋喋不休 她的名字叫艾桥等等 由于风格清新可爱 努尔的童话受到了广泛好评 法国广播电台会定期播放他的作品 童话写作的成功 为努尔缓解了现实的压力 除了能够养驾户口外 母亲的状态也不断改善 然而 当一切都逐渐好转时 按照通缭铁律 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随着二战正式开打 英法和德国很快开始在西线 打起了激烈的竞作战争 可是竞作归竞作 战争终究还是开始了 巴黎虽然还不是前线 但童话肯定是不能播了 因此 努尔一家重新陷入了困境之中 不过 努尔并没有在困境中纠结太久 随着德军阿登突袭的成功 盟军兵败入山道 一个更要紧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 巴黎很快就要沦陷 跑还是不跑 考虑到纳粹实在不太拟人 最终努尔一家决定还是跑 几周以后 努尔一家到达了伦敦 然而 努尔前脚刚到伦敦 不利点空站就开始了 随着惨剧的不断发生 努尔也有心帮忙 他利用自己曾经考取的护士资格 加入了红十字会 然而努尔很快就发现 自己的热情是无法持续的 因为红十字会是慈善机构 为其服务的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 眼看着家里的积蓄即将耗尽 1940年10月的一天 努尔在红十字会的营地中 偶然看到了一张海报 加入空军女子辅助部队 帮助皇家空军 所谓空军女子辅助部队 是英国在战争期间 为了应付人力紧张组织的临时部队 主要招募一些女性 来做一些后勤通讯 气象等倾启的工作 虽然作为和平主义者 努尔一直反对战争 但三观虽重要 可三餐更重要 看到海报上诱人的薪水 努尔决定去试一试 最终在经历一些取得后 努尔成功被聘用 在填写申请表格时 努尔对这项新工作非常重视 他认真填写了 包括非必天象在内的所有空白 当填到个人特长一栏时 努尔想了好久 最终他在里面写了一条精通法语 1940年11月 努尔前往女子辅助部队的总部报道 然后他就深入地了解了一下 代应严苛的证明记者 在报道当天 由于天气比较冷 努尔穿了一件毛衣 接待他的妇女看到他的毛衣后问 好漂亮的毛衣 是你自己织的吗 努尔茫然点头 但对面的大姐听后非常兴奋 毛衣是你自己织的呀 很好 你去负责无线电吧 大姐的话把努尔听愣了 大姐解释道 你既然会织猫衣 那一定双手很灵巧 既然手指灵巧 那肯定能操作无线电呢 随后 大姐开始为努尔登录他的个人信息 在名字被登错后 努尔顺利地完成了报道 加入了无线电操作训练班 事实证明 织猫衣和操作无线电 确实没有正相关关系 由于天气太冷 努尔的手指被动得僵硬 在发报的时候 只能靠一根手指往下砸 由于声音太响 因此被同事们尊称为石匠 一个月后 努尔结束培训 被分飞到了爱丁堡的 海岸斯林部气球观察部队工作 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活 因为爱丁堡靠近北海 德国人连轰炸的兴趣都没有 因此 努尔每天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向总部发送 今日无事 在无聊的工作之余 努尔跟宿舍的姐妹们 谈起了战后的生活 在卧谈会中 努尔说 自己打算在战后结婚 生许多孩子 继续自己的作家生涯 然而 就在努尔期盼着和平的到来时 1942年 一个部门找上了他 他们的名字叫做 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 所谓特别行动执行局 是二战中英国成立的新机构 在代应诸多的情报机构里 特别行动执行局 基本属于鄙视链的底端 之所以处于鄙视链的底端 是因为这个组织 是根基不深历史短 组织混乱没人管 人员业余水平差 挤压预算强范范 特别行动执行局的目的是 在敌后的沦陷区 执行渗透破坏宣传游击等 一系列削弱敌人的行动 但由于人员少 任务重 执行局派出的特工 大多是临时训练的各国难民 有人变成了故事 但大部分人都变成了事故 牺牲率极高 军情六处等专业部门 一致认为 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他一定没有妈妈吧 他们因此将执行局的行为 称为丘吉尔的不绅士战争 由于执行局的招募门凯地 导致这个部门规模极大 也由于他们的人员损失力极高 因此其始终处于 人力短缺的状态 尤其是在盖世泰宝 严放私守的法国 特工损失力极高 因此始终在大范围招人 从常理上讲 哪怕前线的特工再缺人 也不至于招到努尔身上 但是由于他的个人特长一篮 顺手添了个精通法语 而且他参加的 还是无线电门门的培训 结果一下子就吸引了 执行局的注意 所谓因为不会打写了个解 结果没想到答案就是解 1942年10月 努尔收到了英国陆军部的 一封罕见 陆军部邀请他几天后 去伦敦面谈一次 对于这个要求 努尔充满了困惑 几天以后 努尔追追不安地 走入了约定的谈话地点 然后发现他的谈话对象 并不是军人 反而像个学者 说来很巧 当天执行局派来面试努尔的人 叫做塞尔文·杰伯森 杰伯森曾经的本职工作 是个作家 与努尔的气质非常相合 因此俩人的聊天非常投机 俩人聊到东 聊到西 聊安坦克 聊飞机 既聊音乐和文艺 也聊英王爱人期 其实如果换个普通的特工来面试 以努尔的素质 基本不可能被吸纳进执行局 但由于那天 他和杰伯森聊得太投机 因此 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作家 当场拍板 你法语流利又这么能聊 肯定是个不容易暴露的特工 天生就是为这行人生的呀 我宣布 你被录取了 此时诺尔甚至还不知道 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于是杰伯森为他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项工作 执行局需要一位精通法语 又可以操作无线电的人 去深入法国 帮助法国地下抵抗运动 我觉得你很合适这项工作 我必须得说 这项工作不受任何国际法保护 非常危险 不过待遇还不错 每年350英镑的筹击 你可以考虑一下 努尔平静地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房间 第二天 他给杰伯森回了信 信中以非常委婉的语言 说了一件事 自己愿意应聘 但希望能保留自己的空军队工资 吃两份想 没办法 在战争期间 生活的重担压迫着每一个普通人 更不要说养活一家人的努尔 对于这个要求 杰伯森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 不辞辛苦的努尔正式加入了空军 虽然我们前文说过 执行局派出的很多特工 都是临时招来的平民 但执行局哪怕再不做人 也要进行最基本的训练 努尔接受培训的地点 位于英国萨里郡的万伯勒庄园 这里是英国著名的特工训练基地 由数十名精锐教官组成的团队 在此负责给特工学员们上课 然而 在努尔到来后 他给这座学校好好地上了一课 几周之后 负责运动训练的教官 这姑娘有严重的关节炎 别说做战术动作了 连最基本的跑跳都极其笨拙 上知天文下知瘫痪 这让我咋练 而且这孩子恐高啊 别说跳伞了 站在飞机上连往下看一眼都不敢 将来怎么学伞将啊 相比于运动教官的抗议 负责武器训练的教官 则淡定了许多 这姑娘非常聪明 理论只是一点就透 唯一有一个小瑕疵是 这孩子心善 根本见不得武器 他每开一枪就得惨叫一声 拆炸弹的时候 把自己吓得太软 配炸药的时候 害怕得必须闭着眼睛 总结来说就是 理论能力可以 实践差了一点 属于看似寒大喊杀 实则手捧鲜花 至于负责格斗和野外生存的教官 则对努尔印象不错 这姑娘态度非常短正 除了打架喜欢用牙咬 以及常幻想森林中小仙女外 其他方面都完成得不错 战场上也没人规定 不许用牙齿 瞎扎扎勇者胜 将来也许弄个新格斗流派 也说不定 总而言之 所有教官对努尔的评价 其实只有一句话 这就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 在家小可爱 出门一道菜 根本不应该来这 最终万伯乐庄园的教官 为努尔给出了一份含蓄的报告 她是一个我钦佩的人 一个谦逊和无私的人 非常谦逊 非常有礼貌 从给孩子们写过书 她还不知道 训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她训练得真的很认真 尽管她特别胆小 外派很可能会出现紧急情况 终于万伯乐庄园的教官们 以宋文神的心态 将努尔送到了其他基地 继续接受训练 在汉普军的比优利庄园 努尔开始学习 反跟踪潜伏等综合训练 在这里 他的教官中 有一位比较专业的特工 金菲尔比 总体来说 努尔在比优利庄园的表现不错 除了反跟踪不及格 设陷阱不会作外 脸盲的努尔 还分不清不同部队的制服 甚至分不清不同的人种 另外 努尔完全记不住地址 总马军情六处的安全屋 和盖世太保总部的地址几毁 但是 教官们实在没法要求努尔更多了 因为谁都看得出 他已经很努力地在练习了 以至于每天回到宿舍 都没有跟人聊天的力气 倒头就能睡着 1943年4月的某天 努尔如常在宿舍里疲惫地睡须 突然 他被人粗暴地脱下了床 努尔还没有清醒过来 一团抹布 就被塞进了他的嘴里 头上也被麻袋套住 努尔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下意识地开始挣扎 然后一只冰凉的匕首 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别动 不想死就老实点 听着这标准的德式英语 努尔完全傻掉了 德国人是怎么潜入基地的 他的脑子无法认真思考 身体也不受控制 任由对方把自己拖来拖去 大约一个小时后 努尔被扔在了一把椅子上 一道强光照在了他的脸上 顺着强光 努尔看到对面站着一个高大的家伙 在硕大的鹰钩笔下 和黑色的盖世泰宝制服 对面的家伙还没等努尔缓过神赖 就一把抓着努尔的衣领 把他提了起来 立声咆哮道 告诉我你的身份 级别证件片后 要是敢说半句假话 老子立刻逼了你 说完 这个盖世泰宝就把努尔 猛的往旁边一甩 努尔瘫倒在地上 他张口想说话 可巨大的恐惧感 仿佛堵住了喉咙 他完全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只能不停地发抖 几分钟后 盖世泰宝实在不耐烦了 大吼一声 给我站到那把椅子上 然而 努尔发现自己 根本无法理解这句话 由于太过恐惧 努尔的CPU完全当机了 他根本无法理解任何语言 只能茫然地瘫乱在地上 大约半小时后 对面的盖世泰宝 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他关掉了强光灯 解开了努尔的束缚 我是F部门的负责人莫里斯 抱歉让你受惊了 其实这是一次 模拟的抓捕审讯 作为一名专业教官 莫里斯经历过无数次的 这种逃袭式的模拟审讯 用以甄别哪些学员 是真正的硬骨头 但是 努尔的表现 让莫里斯沉默了 你说他没扛住吧 人家确实从头到尾 啥也没说 可你要说他扛住了吧 刚刚自己要是 努力一点的话 能把他活活吓死 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特工啊 最终 执行局的训练部门 给努尔做了一份报告 这种女孩头脑不灵光 但工作尚算努力 不喜欢安全方面的课程 性格相当不稳定 没有任何领导力 责任感不多 主动性不强 极度缺乏自信 非常值得怀疑 是否真的适合该领域的工作 最终 这份报告被递交给了 负责法国方面的 执行局领导巴克马斯特 在看过报告后 巴克马斯特大笔一挥 完全合格 准备外派 巴克马斯特之所以 录用的标准有些宽松 是因为 就在努尔结束训练的一周前 执行局在巴黎 代号为繁荣的情报网络 发来了求援信息 由于盖世泰宝的大肆抓捕 本组织只剩下了 一个无线电操作员 实在无法完成任务 请尽快支援 巴克马斯特看了看 手里的人选 唯一的人选就是努尔 那就没办法了 巴克马斯特觉得 这孩子要能力有态度 要智商有态度的 怎么就不能当特工了 不要迷信科学 救他了 就这样 努尔正式被决定外派 在出发前 努尔回家探望了母亲和妹妹 对他们说 姑妹妹要善良 1943年6月16日夜 一架可以着陆的小型飞机 载着努尔和另外三名女特工 向法国飞去 为了帮努尔潜伏 执行局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他们给努尔设计了一个假身份 还设计了家庭背景 身份卡片等一系列道具 但是强烈反对派努尔执行任务的 训练教官斯普纳 仍然对努尔极不放心 他深知努尔的训练 是学校交了一地杀 时间要考杀了 临行前 斯普纳教官检查了努尔的全部物品 果然从他身上翻出了 英国的车票 香烟 钞票等等 乌鱼的斯普纳教官 默默地收走了这些 他递给了努尔一个手提包 这里面是一把手枪 一个收音机 一支打火机 夹层中有一张德军不防图 但愿你用不到它们 除了教官外 上级巴克马斯特 也送给了努尔 私立特殊药片 以及一枚黄金胸针 然而 上了飞机后的努尔 是完全无法思考地面的事的 由于恐高 他在天上又陷入了当机状态 好在这次飞行的时间不长 没过多久 飞机就成功降落 一名特工在等待着他们 众人下机后 特工宣布 辛苦各位来支援 时间紧迫 三位女士 有各自小组的人来接 直接跟着走就行 马德林女士 抱歉 你们的繁荣网络 最近出了大事 没法派人来接你 我带着自行车过来 你汽车去火车弹 自己买票去巴黎街头吧 出事不利 奴人只能扶起自行车 沿着乡亲小路开始了猛灯 事实证明 努尔的体力虽然看着弱 其实也一点都不强 等他登到车站时 天已经亮了 车口车到巴黎时 已经是中午了 折腾了一夜后 又困又累的努尔 在车上睡着了 等到了巴黎下车后 努尔突然意识到 一个小意外 也许是汽车太累 也许是睡得太死 反正在到达巴黎后 自己把街头暗号给忘了 说起来 这事也不能全怪努尔 当时的英国特工们 人均贝坦尼 酷爱设计复杂的街头流程 比如拎出发前 执行局足足给了 努尔六个街头点 每一个都有独特的街头方式 还必须按顺序来 巨大的信息量 明显超出了努尔的内存 当到达巴黎时 他只能记得 第一个街头地点 就在火热弹前的广场 时间是下午两点 但完全想不起来 要如何识别街头人 以及口令是什么了 由于关键信息完全忘记 努尔急得直跺脚 眼看着就要到街头时间 我和奈何的努尔心生一计 他想起了自己包里的 德军不方图 将它拿出来给路人展示 这么机密的情报 如果是特工的话 一定会被吸引吧 除了展示地图外 努尔还到处找人问 您认识马德林小姐吗 很快努尔的行为 就引蓝路人的围观 等到跟他街头的 两名特工来的时候 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 两个特工凑近一看 雪都凉了 路人们正在围着 研究德军不方图 很多人在讨论 马德林小姐是谁 不过 好像其中一名特工 颇有极致 他挤进人群 一把把努尔按在了地上 然后向人群大喊 不好意思诸位 我们是圣安妮精神病院的 工作人员 早上一时疏忽 让患者跑了出来 大家散了吧 努尔虽然忘记了街头流程 但也猜到了 这俩人是街头人 默默地跟着两个特工上了车 汽车一路奔向郊区 两名特工在向努尔 交接了一些文件后 根本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开着车落荒而逃 看着绝尘而去的汽车 努尔无奈叹气 他只能走回瓦里 等他到达第二个街头地点时 已经天黑了 第二个街头地点 是特工加里的加里 这次的口令 努尔没忘 他敲了敲门 加里迎了出来 努尔说 我是代表你分开的朋友 安托万来看 建房护鲁区新闻的 密码正确 加里把努尔迎了进来说 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不过现在我手里有生意 请稍坐便客 这时候按流程 努尔应该说下一句暗语 然而努尔却说了一句 我很期待 然后就坐下来了 加里懵了 对口令怎么说了一半不说了 他环顾周围 发现未婚妻 马格丽特坐在客厅 哦 果然是伦敦来的精锐特工 就是够谨慎 加里赶紧给努尔介绍 这是我的未婚妻 我最亲密的人 没什么事需要瞒着他 努尔微笑地打了招呼 然而依然不说暗号 加里再次恍然大悟 果然是伦敦来的精锐特工 就是有原则 于是他扭走对未婚妻说 亲爱的 你去上楼帮客人煮杯咖啡 马格丽特拾去地走了 但努尔依然不说暗语 这下加里彻底懵了 到底问题出到哪了呢 加里百思不得其解 指的挑明了 您看起来风尘仆仆 是从远方来的吗 北边 努尔说 其实我主要是想考察一下 巴黎的康乃馨 加里更懵了 这头到底结没结上 聚聚靠得上 但就是不按程序走啊 屡受挫折的加里也生气了 你不说老子还不问了呢 他直接坐了下来 跟努尔大眼瞪下耳的发呆 时间过了很久很久 直到呆在二楼的马格丽特 都受不了了 当他端着咖啡出来时 努尔终于想起了暗号 安徒万不太看好新房的建设 差点憋死的加里 瘫脑在了沙发上 大姐 一早说不就完了 总算接上头后 加里跟努尔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他所在的繁荣情报网络 告诉他 咱们现在只有一台发报机 和一个发报员 他一个人工作量太大了 你们俩接下来合用一台机器 他管白天你管晚上行吗 努尔表示 这有什么不行的 就这样 终于进入工作的努尔 在6月17日深夜 给伦敦发了第一条信息 护士已平安到达 作为一名特工 努尔毫无疑问是不太靠谱的 然而 但努尔拍到这个繁荣网络 充分证明了 带应应用人的优秀匹配机制 作为一个地下情报组织 繁荣网络潜伏的 不说是身仓不漏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当街躲奔 在潜伏过程中 很多非英国的特工 都可以轻松找到 这个组织来投奔 繁荣网络之所以需要 一名无线电操作员 并不是因为 一名操作员不够用 而是因为 现在的操作员诺曼 最近出了个新对象 俩人违规住在了一起 诺曼不想上夜班 所以才把努尔要了过去 结果 就在努尔抵达的一周后 诺曼就和他的女友一起 被盖世泰宝抓捕 在严刑拷打下 诺曼很快招供 盖世泰宝立刻行动 多名繁荣网络的成员被捕 此时的努尔 还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 6月25日 他给伦敦报告 法蒂尔和诺曼失踪 据信已经被捕 在收到电报后 伦敦的上级都疯了 他们明码回复 那你还发什么电报 带上电台赶紧跑啊 到了这时候 诺尔才明白了 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扛着电台跑路 事实上 哪怕他晚10分钟 都会被盖世泰宝 堵死在房间里 但努尔的逃脱 只是暂时的 6月29日 盖世泰宝开始全程搜捕 而努尔手中的电台 成为了抵抗组织 与伦敦的唯一联系渠道 在盖世泰宝搜捕的过程中 努尔躲进了安全屋 躲避期间 他曾经冒险跟伦敦联系 派带来法国的巴克马斯特 非常崩溃 命令努尔立刻返回伦敦 我这就安排飞机 然而 努尔拒绝了这条生路 现在整个巴黎的抵抗组织 就剩下了我手里的 这一部电台 如果我走了 那所有抵抗组织就全完了 在把通讯系统 重新建立之前 我绝不离开 在躲了两周之后 7月中旬 努尔恢复了活动 撤回英国的同事 给他留下了 40万法郎的巨额经费 由于有了钱 努尔决定出去租个房子 他租在了 扶续大道85号 这是个不错的位置 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 唯一的小缺憾是 他隔壁就是巴黎的 盖世泰宝总部 全不知情的努尔 每天坚持在公寓里发报 由于他发报时手贼重 不少邻居都被他 炒得报警了 然而努尔依然没被发现 直到8月初的一天 盖世泰宝大楼停电检修 此时监停车却意外地发现 咦 这总部旁边 怎么多出一组信号呢 有了意外发现的盖世泰宝 才给了努尔逃出去的机会 不过 由于跑得匆忙 除了电台之外 努尔所有的经费都落在了公寓 逃生后的努尔打起了游击 开始在巴黎郊区流浪 需要发报时 他就把天线往树上一挂 发完消息就立刻走 在这段打游击的日子里 努尔迅速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特工 他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 如何观察敌人 以及如何不牵连帮助自己的朋友 9月初的一天 在努尔爬树挂电线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个人的呵斥 是个巡逻的小警察 如我在之前 他可能吓得不知所措 但努尔看了警察一眼 就把头扭过去 要你管 作为一个见惯了叛逆少女的巴黎警察 努尔的呵斥 没有让警察产生任何怀疑 不就是个驾天线 偷听音乐的小姑娘吗 警察于是爬上树 帮努尔把天线架好 然后告诉努尔 向东能听到最华丽的歌剧 事了服役去 伸仓功于云 在努尔的努力下 法国北部被重创的组织 逐渐恢复了起来 散落在各地的成员 恢复了与伦敦的联系 努尔也在不断地 为新加入的成员 进行无信念培训 然而 就在努尔逐渐成为一名 真正的特工时 意外发生了 1943年10月13日上午 努尔离开了 费丧德里街的住所 走进了街对面的面包店 这是他摸索出来的位置 在这个店里 努尔可以透过窗户 观察盖世太保总部的情况 几分钟后 努尔从面包店里出来 沿着大街走下去 他在拐角处突然转身 这也是他学到的技巧 这样他可以轻松甩掉 尾随的敌人 确信自己没人跟踪后 努尔回到了公寓 然而 在他刚打开房门时 他就意识到了 无力无人 还没等努尔反应过来 一双大手已经控制住了他 努尔狠狠地 咬在了对方的手腕上 在对方的惨叫声中 努尔挣脱了束缚 然而还没等 跑出去几步远 努尔就被一枪拖 打倒在地 失去了抵抗能力 在被捕后 努尔才明白 自己犯了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在多过去的通讯中 伦敦一直叮嘱他 要妥善处理电文 伦敦的意思 是让努尔立刻销毁 而努尔完全误解了 英国人的婉转 他把往来的电文 清晰地保留存档了 结果和电台一起 被盖世太保收缴 当努尔被带进 盖世太保的审讯室时 他依然在发倒 只不过 这一次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愤怒 他冷冷地告诉审讯者 自己什么都不会说 然而 负责审讯的沃克特 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上那些 盖世太保的传统手艺 沃克特嘲讽地说 对于你 我们根本没有审讯的必要 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 你的一切 有那部电台 和那些一点本就足够了 未来 我们将继续用你的名义 跟伦敦联络 那王愚蠢的英国老子 会源源不断地 派新的特工来送死 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你说不说都无所谓 我们要的东西 都已经得到了 沃克特的话 击碎了努尔的心理防线 他变得歇斯底里 愤怒地咒骂 每一个德国人 沃克特很满意这种效果 他放松了对努尔的看守 因为在他看来 这已经是一个 没有价值的目标了 趁着看守踪现 努尔顺着浴室 狭小的窗后钻了出去 轻松就翻上了屋顶 然后他发现 自己还是克服不了恐高 被德军士兵重新捉了回去 这次失败的越狱后 努尔被单独 灌压在了一间小物里 然后努尔居然靠着 一把藏起来的螺丝刀 卸到了一块天花板 钻进排水管 溜了出去 虽然由于穿着球服 努尔仅仅一个小时后 就被抓了回去 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足够他在安全信箱里 留下对同志们的警告了 连续两次的越狱 让沃克特破坊了 他命人用铁链 把努尔的手脚全部靠死 还在铁链上 系上一个巨大的铁球 从此 努尔的每一个动作 都要用尽力气了 完成了最后使命的 努尔沉默了下来 每天都在小屋子里 用父亲交给他的方式冥想 但遗憾的是 努尔递送出的警告信 并没有起到作用 因为负责查看 安全信箱的特工加里 此时也已经被抓捕 而且出卖努尔的人 很可能是加里的妹妹 理由居然是因为 他喜欢的男孩 经常去找努尔学习无线电 所以他嫉妒努尔 1944年9月12日 加里牺牲于纳粹 布肯瓦尔德金融影 想念只有35岁 在加里牺牲的当天 纳粹将努尔运往 大号金融影 努尔当晚遭到了 党卫军看守的 疯狂殴打和欺辱 次日上午 重伤的努尔 在金融影中被纳粹处决 牺牲时年仅30岁 二战结束后 当年审讯努尔的 盖世太保头目沃格特 以及在金融影中 虐待他的党卫军刽手 均被处决 1946年 努尔被授予 大英帝国勋章 和法国英星十字寻掌 1949年4月 他被授予 乔治十字寻掌 对于努尔来说 陈世中的任何荣誉 对他已经没有意义 我们无法知道 在牺牲的前一刻 努尔的心中 在想些什么 但据一位 达号金融影的 幸存者回忆 在努尔牺牲的时候 他似乎听到了 努尔的声音 最终 这位印度 曼索尔之虎的后裔 艺术家的女儿 半路出家的特工 为了同志 而放弃逃生的 同化作家 在人间吐出的 最后一个词是 自由